猫猫咋的猫咋 我正常起来也就是 哎我操我操这畜生 笑里藏刀家有摸摸损 全身都有摸摸损 没有延续下去 罗汉三封印 卧日三封印 这个零食是真的有点拉 这个零食不值得打新闻石的 速度太慢了 速度30的话 才值得继续上新闻石 帽子没有什么缺陷了 腰带的话也跟帽子比较搭配了 鞋子的话 建议换成160的项链的话没有瑕疵 衣服的话双加有点少 15312180 完全没有熔练 完全没有熔练 武器的话 罗汉金中5827 鞋子买了160罗汉鞋 可以对 他这个鞋子得换 衣服的话换个六七万块钱 属性的应该能比这个好 项链的话 有机会也换了吧 项链有机会换个150的就行 换160的 打15钻也行 这号就没有必要换16加11了 就15加10 刚刚好 就如果一旦16加11的话就全得换 卧槽 这须弥 出奇不异 大须弥 出奇不异 大须弥 1406 1400法子的情况下 也有14006的领域 须弥加出奇不异 完美技能 真是宝宝可以戴俩套装 一个高敏套 另外的话 也就带高敏套了 没别的套装带了 宝宝装卖属性也好 这只虚弥有点屌 这只虚弥 估计得八万 八万加了 这只9技能白色的天女 这只9技能天女不常有 但是 不稀有 但是白色不常有 又是出奇不异 加高敏 我他妈的 我操 这俩虚弥 赶着地挺好用了 这俩虚弥 这俩出奇不异 1398和140力 哎呀 这 你不应该玩防寸的 玩防寸只能是一个 对不对 相对比较悲要的门牌 你玩个主流的辅助门牌 这太够用了 这俩宝宝 对不对 都是 而且大法还不一样 细节特别好 都是9技能的完美技能 其实10技能的出奇不异 就开始浪费技能了 9技能有高敏 10技能 你要说什么幸运招架 啥都没有用 10技能最好的技能龙魂 但是10技能的 一般也有 有人不会去拍龙魂 卧日 我操 默露哥版本之王啊 默露哥 默露哥新的罗汉仙 你别放在这个号了 你这封印零食 玩个地府 他他妈太香了 你又买的零食 你都不用买三主性 你给这两个三主性零食一卖 你就买十段的三法房 十段的三法房三万五一个啊 卧槽 这这这这太屌了 这只持国没有高敏啊 但是法力啊 太高了 1475 这只持国还得6啊 这两三只宝宝的话 就得20加了 三只出奇不异的大虚迷 卧槽 复战的宝宝 你就说吧 昨天咱们展示 邱沙哥的地府 他也没有几只出奇不异 他是有地厅 但是出奇不异没你多啊 卧槽 这他妈仨有点屌啊 卧槽 12技能三恶六 我算一下你这宝宝给你的号不配啊 兄弟那宝宝也好不配啊 咱们说底价啊 刚才的八加八再加六 这只宝宝的话 大概能加上一个十一啊 这是宝宝大概加十一 不算宝宝装备啊 三个打拍的三个受决 进击必杀也有 12技能避雷这只啊 六技能的出奇不异的这啥玩意啊 这是叫涂山雪啊 这只宝宝呢 六技能的话肯定不够的 八技能是完美技能 现在这是宝宝缺魔心 缺高神 缺金极法爆 然后有一个能带套 缺两个技能啊 死亡法房 九技能力皮必来啊 这只成长比较低 九技能地厅啊 这九技能地厅有点酷啊 这九技能地厅的话是一个归宿啊 111456的血一出有隐身的话 其实就已经知道了啊 这三只宝宝超级一线 可以这三只大出奇有点屌啊